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非凡新闻 我是吕若杰 就在今天晚间 参与花学运激进派的分子 大约是200人 他们是转站行政院 就在今天晚上7点35分 已经是攻占了大门 而目前包括行政院的 二楼跟四楼通通都被攻陷 不过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是 现在据传行政院已经决定 即将就在稍后 准备要来正式的驱离民众 而这个正式驱离的时间 应该就在11点钟左右 目前行政院现场的最新情况 我们交给记者怡荣 怡荣请说 好我们刚从现场的画面中 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学生跟警方正在僵持不下 而目前警方也集结了 大约是2500名警力 正在全面戒备 同时包括了镇报警察 也在待命当中 而我们收到的最新资料显示 就在晚间11点钟左右 也就是稍后即将来正式 来进行驱离的动作 而同时包括了行政院长江仪化 也已经在晚间第一时间 获得了情资回报 江仪化他表示说 对于行政运动失控感到痛心 而他不仅严厉的谴责 各项非法还有暴力行为 并且现在也已经发布命令了 要求内政部警政署 加派警力强制驱离 准备要来依法处理 而当然就在刚刚就在晚间10点半左右呢 我们现在也传出了包括行政院的公文电脑 也被搬出了行政院里头的重要机密档案 甚至被下载 还有很多的公文也通通都被拿走了 警方说在今天的午夜之前一定会夺回行政院 目前正在进行柔性劝导 不过随着现在时间越来越逼近了午夜 现在状况可以说越来越紧绷 不过就在刚刚大约是晚间10点半左右 这一群冲进行政院的学生 也最新召开了记者会 而稍后的情形 我们现在马上连线给记者詹耀宏 好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群反服貌的民众就在今天晚间闯入了行政院 而现场也爆发了许多严重的冲突 而原本是上百名的民众 现在已经是增加到了上千名了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不只是架起了长踢 甚至还打破玻璃 而他们的诉求包括要求总统马英九道歉 行政院长将一块下台 还有退回服貌协议等等 而现场零星的暴力冲突也不断的发生 目前呢稍早的火爆现场 我们也会继续来为您掌握 同时呢我们也目前掌握了几个最新的状况 就是目前有多名的学生跟警察 通通都已经受伤来送到台大医院了 而现场的最新状况我们继续带您来看 好目前可以看到现场非常的火爆 我们目前已经掌握的消息是 包括了学生跟警察已经有13个人受伤 而目前都送到了台大医院了 同时台大医院也启动了重大伤患紧急机制 以免稍后会有更多的人力的需求 而目前在警方方面也已经调派了2500名警力 完成集结并且完成了水车跟镇报部队 值等府院达成了共识 即将要立刻下令镇报部队展开空间的驱逐行动 而目前现场的最新画面 我们先交给记者郁珍 郁珍请说 好目前根据了解总统马英九已经跟行政院长江一话 通过电话 也表示这一次将会由江院长全权负责 目前包括了台北市长郝龙斌也已经返回市府来坐镇了 我们也收到最新消息 总统府现在也发出了声明 表示说谴责暴力准备要来依法驱离 同时即将在明天的早上八点半的时候 马英九总统即将要来召开行政院会 来对这一次的事件做出最新回应 同时我们也带您回到现在现场 随着时间已经来到了大约是晚间11点20分左右 警方的镇报驱离行动到底何时要开始进行呢 我们交给现场记者怡荣 好 这一次太阳花学运激进派分子 大约是200人转站了行政院 就在今天晚间7点半左右 突然就转攻行政院 攻进去行政院大门时 已经是晚间7点35分左右 而到底当时是怎么攻进去的 我们带您来还原当时现场 我们把时间现在交给晚间 来带我们看看当时就在晚间7点半左右 到底这一群攻坚的学生是如何来突破封锁 进入了行政院 好 我们要带您看到 其实由于行政院跟立法院并不一样 也因此只要行政院长将一化下令 警方就会直接来采取驱离动作 而目前警方调派警力也已经部署完成了 目前预估大约有2500名警力 现在已经在行政院附近来集结 同时包括了镇报部队跟水车 也通通已经带命了 原本预计在今天晚间11点钟 就要来正式进行驱离 不过现在这场攻坚行动似乎往后延了 现在最新传出即将在深夜1点钟 警方就会采取强力的驱离行动 而到时候会不会来造成流血冲突呢 我们会随时为您掌握最新状况 而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是 除了包括驱除行政院的这个学生们之外呢 包括立法院也要一同来驱除 因此呢带您看到占领立法院的学生们 到底跟这一次攻占行政院的行动 有没有关系 而他们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立院学生最新的回应 我们先连线给记者张智瑶 不过呢反服貌的学生团体代表林飞 反而表示这一次呢 攻占行政院的事情 他们事先其实并不知情 这个是学生自发性的行动 而他们则是会维持和平非暴力抗争的原则 准备要来继续守住国会 而对于某些民众采取积极的行动 他们予以尊重 不过希望不要有任何的民众 以及警员伤亡 而稍后呢我们要继续带您来回到 现在目前攻坚的现场 警方现在传出目前警力正在调派当中 也因此现在最新的攻坚行动 将会来延到晚间一点钟左右 不过就在稍早之前晚间十点半左右 卫阳也就是这次行动发起人 他怎么说 好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目前现场双方依旧是僵持不下 而目前警方警力也已经完成了集结 目前阵报的警力正在调派当中 传出现在攻坚行动 将在凌晨一点钟来正式展开 也希望不要带来更多的伤亡 不过现场情形到底是如何 我们会随时的为您掌握 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继续带你来看到 现在据传行政院已经决定了 即将就在稍后等 阵报警察集结完成之后 即将在凌晨一点钟的时候 要来驱离民众 而目前离现在 差不多也只剩下一个半小时左右了 而目前现场的学生们 也似乎知道 等一会儿警察就要来进行攻坚 也因此现在是纷纷拿出椅子 来堵住了包括窗户 还有出入口等等 而目前行政院现场的最新情形 我们交给记者怡荣 好 没有新闻也在现场 来为您见证这一次呢 行政院被攻占的事件 也会为您掌握最新情况 而目前根据了解 就在这个行动发起人 魏阳的脸书上 他说很抱歉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动员 而目前呢 现场的受伤人数 已经攀升到了21人左右了 目前有15人 已经送到台大医院来救治 同时台大医院也已经启动了重大伤患的这个救治系统 目前传出就在稍后凌晨1点钟的时候 警方即将要来进行攻坚 而同时将院长 江一华院长也即将在稍后大约晚间12点钟左右 来召开记者会对外说明 有更多的讯息我们会持续为您掌握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继续带你来看到现在包括了 反黑箱服貌民主阵线 也发出了最新的声明 他们这个声明怎么说的 包括了今晚人民自主进入行政院的行动 都是因为马僵傲慢的独裁者姿态 完全无视7天以来 人民的强烈要求退回服贸等等的诉求 来毁坏民主宪政 一再激化了政府跟人民敌对的态势 才迫使愤怒的人民 选择进一步的行动 同时他们也呼吁说 不要使用国家暴力血腥镇压 不要发布紧急命令 不要动用军队 马总统已经失去统治的正当性 使用手上仅存的国家暴力 并不能解决宪政问题 同时也希望朝野邀及公民社会 来共同商讨眼前的困局 这个是来自反黑箱服貌民主阵线的最新声明 不过我们要回到现在的现场 因为随着时间越来越晚 即将在晚间12点钟左右 行政院准备要在行政院里头的记者室 来召开最新的记者会 先把现场交给余蓉 好可以看到现场是依旧是僵持不下 不过现在时间来到了大约是11点53分左右 就在稍后的7分钟 目前晚间12点钟 行政院预计要在行政院里头的记者室来召开记者会 将会由行政院发言人孙力群来出面召开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带您看看最新状况 好目前现场的状况依旧是僵持不下 不过最新消息显示 警方即将在晚间1点钟 凌晨1点钟来进行攻坚行动 同时也要在等一会儿 也就是5分钟之后 晚间12点钟来召开记者会 同时记者会的地点就在行政院里头的记者室 同时也限定媒体 每一家媒体只能有一组记者来进入 飞丸新闻会为您在现场来守候最新消息 而稍后呢有更多的讯息 请您需锁定12点钟 非常新魂 我们稍后见